观众朋友 不过我们来看看川普大难不死之后 他救了美债 他让美国股市大涨吗 看起来事实是这样 我们看到美股的全数收红 这个礼拜一还有今天 道琼指数也登上了历史新高 甚至美债也终结压住了 因为川普而获得生机 可是必须还要看 下一步联准会要启动将席 才能真真切切的把美债给救回来吗 我们先看到川普的这个狙杀的行动 当然这个枪手已经伏法了 可是外界还是有很多的谣言 或者是阴谋论在全世界都流传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维安密情局到底有没有失职 现在看起来的确有 可是我们看到密情局和当地的警方 现在在互踢皮球 因为我们就看到现场有民众就说 屋顶啊 这个枪手所在的这屋顶啊 是维安漏洞 这是最高的 这是最好的狙杀点 怎么搞的 你们没有把它block起来 那密情局就说 这是警察要负责的 当地警察要负责啊 不关我们的事啊 我们看到呢集会场外的安全是由特勤局负责 在指挥调度层级之中 特勤局摆在第一位当地的警官 或者是检察官就这样讲了 所以到底是谁的责任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是狙击手 可是这个我们看到狙杀这个川普的这个 那一位20岁的男子 他在的地方才是最好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就看到纽约邮报就报道说 有一名地方的远警曾经爬上梯子去盘查 就是这个屋顶盘查 在跟这个枪手有短暂的对峙 可是却遭到了这个枪手 拿着步枪瞄准他 于是这个当地的远警就退缩了 因为他也怕被这个击毙嘛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看到知名的居使手就 点出了疑点说可能会有 可能是有内鬼在帮忙 那他说枪手可能在得到内部的协助之下 所以才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人在总统演讲的时候 爬上那个屋顶并且携带武器 因为那个枪很大只 枪手的位置实在太过明显了 没有什么掩蔽呀 就在屋顶上 所以阴谋论现在满天飞了 而且只指特勤局 说是特勤局 有人有内鬼在内部接应 我们看到维安人员就讲说 这个狙击手他自己讲 枪手在开枪前的三分钟 他就发现刺客了 他有向上级要求开枪 直接把这个刺客给击毙 可是特勤局局长 拒绝颁布相关的命令 于是有人在发起联署了 说你这个特勤局的局长 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要你停职 自动辞职来接受调查 目前像这个联署已经快要通过 第一阶段的联署门槛了 而这个特勤局的局长叫做金柏利 他是拜登亲自任命的 之前曾经在百事可乐工作过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每日邮报 现在各式各样的新闻都出来了 说这个川普在哀悼第一枪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女生 就是这个很模糊的影子 非常的镇定 还拿着手机在那边拍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有可能怪怪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最新的调查也曝光了 那看是川普的这个 暗杀川普的枪手 他的手机啊 电脑啊 这些都曝光了 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可是现在结果还没有调查 而我们大家知道 在这个场合有上千的支持者 成千上百的支持者 那有一个支持者就非常的倒霉 很不幸的 他被枪手给击毙了 因为他那时候打了很多枪嘛 那这个遗孀呢 他说如果川普打电话给我 我也不会接 先生死前只说了两个字 他说他不会希望我们跟拜登交谈 当地这个地方这个小镇 据说也是川普的强烈的拥护者 当地居民好像都是川普的信徒比较多 来请教院老师怎么看 虽然您刚刚讲说这个阴谋论大可不必 可是还是不能杜悠悠之口 好多人在讨论 我为什么在讲说阴谋论大可不必 因为我刚好得到这个消息 得到旁边做了一位军事博士 然后他就是针对于这个Sniper 就是这个狙击手 帮我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 这个二十大战的时候 大家看了很多狙击手的电影 就会发觉这个武器的进步 你知道今天到什么程度吗 如果真的是有职业训练的话 要打你左鼻孔不会打到你右鼻孔 就这么准 我跟你讲说良心话 我觉得这个川普本身有一点点夸大 就是他诱饵被打到这件事情 实际上我在看到的情况下 不像是被枪击到的诱饵 就是你看得清楚 如果被枪击到的话 那个其实 我们只能够说是 因为事前的话 他的这个打他的刺杀他的人的话 有拍一个视频 然后本身的枪击的技术比不好 位置选得不错 枪支用的很普通 就是原来的M16步枪的改良 然后他们自己 原来他的慢机范围应该是300公尺 那打这个里面的过程当中的话 他居然能够连续开了八枪以后 才有反应过来 所以他们认为特性局里面 是蛮有问题的 就是说特性局里面的表现的情况的话 就是跟他们自己所期待的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川普本身在这里面 所显现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话 出现一个消息 倒是有证据在访问 NBC 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访问拜登的时候 因为拜登事前强调过说 大家都要拿川普当目标 因为这个人太坏了 说了很多很多的谎话 他有讲这句话 所以刚好被刺杀 变成刺杀的目标 针对这件事情的话 很多人就不断的质疑在问 就是说是这个 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政治蒙上这层羞辱 有刺杀的行为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理想的结果 请问是不是你叫索的 是不是你挑逗的 拜登现在干嘛 现在川普的话 被刺杀两天后 跑到共和党的集会里面 去宣称变成正式的候选人 拜登取消了一切的竞选活动 闭门思过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相对此而言 我倒是觉得说 因为对于我印象当中 美国在民主中 展现出来的风度 那么我觉得 拜登这次真的是输呆了 那个川普是赢麻了 拜登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他自己脑袋不清楚 但是他居然无意间说了一句话 然后真的发生了刺杀的事情 然后很多MBC人就问他说 是不是因为你这句话 引得激起了这种公众的愤怒 连这个不小心被打死 那个川普的支持者的遗伤 都会说 讲这么狠的话 就是说如果拜登打掉 我会说我们就不要接受他 因为他基本上对我们的认知 我们认知他就是不行的 我们支持川普的 我跟你讲 这个政治搞到这种地步 在整个选举的过程中 虽然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用一种吃瓜的心情 来看美国的选举 但是实际上 川普在这一次说 展现的各方面的话 就是说 一方面你也可以说 他运气很好 再者也可以说 他说谎说的也就是恰到好处 因为他虽然说谎 然后拜登讲说 大家要好好瞄准 他用了target这个字 要瞄准这个说谎的人 结果瞄准了个半天 居然真的被刺杀 被刺杀的一个结果的话 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得到 川普本身的那种情况下 摸到那个耳朵的那种感觉 其实很像是被蚊子咬到 不像是被枪打到 如果被枪打到 而且最主要是 那个人打枪的人 打了八响 就叭叭叭叭地下来 那个枪声很大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人不算是专业 如果是专业的狙击手的话 那那个川普大概完蛋了 老师 总统或是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维安一定是特勤局负责 所以等于是总统或是总统候选人 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整个指挥权就集中在 特勤局的那一个队长的手上 所以不管是FBI 或者是当地的警察局 都要归这个特勤局的最高的官员 也就是总统的维安小组的小组长 他来做指挥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在制高点上的狙击手的位置 但是制高点还有其他高处的警戒 确实是由当地的警察来负责 但是他是由指挥官来调配 OK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你这个特勤局的指挥官 你没有安排他们去做 这个屋顶上的各个 有关于相关制高点的警察的 武装警察的戒备的话 那警戒的话 那这个就是你特勤局的指挥官的使者 那现在的很明显的就是说 这么绝佳的一个聚集点 怎么会没有警察在上面去做警戒呢 而怎么可以让这一位年轻的男子 他携带一个步枪 而这个步枪很明显的不是狙击手的步枪 您刚看到的那个电视上画面的那些穿绅色衣服的 它是自视的狙击枪 自视的狙击枪是重兵器的 它是重的 所以它架住的时候 它的稳定度是高的 它的瞄准的点是比较准确的 可是问题是当你是带着这种步枪上去的话 你的瞄准基本上来讲 你要找依托点 找支撑 找这个女儿墙 或是找这矮墙 作为支撑点的话 它基本上来讲是会有移动的 尤其是人在焦虑紧张 那么呼吸会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移动性会比较大 120米 我们只要在准心差一点点的时候 到120米的时候 它的距离就大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是准的 是准的 是很准 第一枪就是要把川普的头打掉 第一枪就要打掉 后面的连续开的是因为 第一枪打到耳朵 没有成功的时候 接着就是连续开了 连续开枪那是已经是算运气了 因为已经无法是瞄准了 你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足够的精神 开始做连续 你只是把概略的方向 这样做打击 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就造成子弹乱飞 当地的这些人 比较倒霉了就被碰到了 所以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情形 好 可是我觉得特勤局的局长也好 指挥官也好 他们是责物旁贷 难辞其咎 应该要静待调查 要不就是先停职 静待调查 为什么 因为不接受调查是不行的 这么重大的违安 第一时间我们看到 因为我在安全局也教书教了很多年 然后我本身也是职业军人 我们曾经从事过 金国先生 我也在当过礼兵长 在机场接待外兵 接待负责总统 那时候是在蒋经国时代 那我们接受的训练 因为我是负责 如果在典礼的期间里面 那么总统受到攻击的话 那我的工作 例如说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队伍 我们整个一队就会把总统包起来 把两位总统都要包起来 然后要移动的这种训练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一定要这样做的事 而且所有的这些礼兵他们的任务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要做 所以我们配的是短枪 基本上来讲我们配的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包住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是没办法理解 没办法理解是说 怎么会一个制高点 这么好的一个狙击点 你没有派警察在那边做警队 这点坦白说 我们在当天讨论的 我们也就觉得 这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这个调查结果 也许这调查了半天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真相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来 不思议的事情变得可思议 其实一方面 我们真的电影看多了 我们把美国的特情局 Secret Service 神话 你大概看了 十部有关于美国的这些 现在的这个警匪片里面 一定有两三部跟特情局有关的 因为Secret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保护总统 我觉得 他里面其实也是 这个问题 这一次的经验就显现出 其实美国已经 不是像我们看电影这个样子 其实问题百出的 那特情局就根本认为 那个已经是超出他控制的范围 他要求当地的宾州警察局 要去负责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 宾州警察局更糟糕 他不去占那个聚高点 对啊 然后呢 因为特情局说 那个高点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关注的 在他们之前开会的时候 但是呢 宾州警察局没有去做 甩锅 所以这个特情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特情局说 那要你宾州警察局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同时当下那个时候 发生了十多分钟 宾州警察局反应很慢 一个警察局 一个警察终于拿借个梯子 然后爬上去 他背过枪指着 然后就慢慢爬下来 把梯子移走 接下来几分钟他就开枪 OK 所以美国的这整个体制 就跟我们也许过去 对于日本的制造业 觉得是一种不可打破的神话 神话已经老早破灭 而且是几十年 他就在作假 美国的特情局 这可是日本专家 美国的特情局 跟警察在这些 为安的上面 也是漏洞百出 那这个特情局的局长 叫Tito 她是女性 二二年的时候 被拜登任命 她之前是百事可乐公司 的安全顾问 可是我没有怀疑她 因为我再往前看 她在特情局 待了三十七年 所以她事实上 是一个从特情局退休的人 所以就表示什么 待了三十七年的人 告诉你 这个特情局 其实已经烂了三十七年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 孤狼式的攻击 到目前为止 动机不明 可是呢 她已经规划数月 因为她其实在购买一些 网络上购买一些相关 她车子里面的爆炸的装置 过去这数个月 这是今天 FBI出来的这个消息 那就只能告诉我们 到这种程度 因此第二个呢 她在事发前一个礼拜 透过网路跟后来跟枪支店 各买了五十发子弹 然后第三个 她当天跟她爸爸 借那支AR15 借的 她爸爸买了六个月 那这六个月 她其实跟她爸爸 到这个枪支店里面 射击店里面 也去做个测试 推她爸爸也没怀疑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孤狼 但说她动机不明 我应该说 她其实受到美国政治对立 的这种影响 然后呢 自己内化 然后呢 变成一个就是说 要采取孤狼式攻击 策划数月 最后决定这么做 而在特勤跟 宾州警察的双重的漏洞 之下呢 她成功了 只不过最后她打偏 是 没有错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昨天北京的这个 登场的一项三中全会 它标志着中国大陆 未来可能经济 包括重要的人事程序 还有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动向 它一共会开四天的会 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习近平会在这个会议之后 做什么样的宣布 可是我们看到 有一本新刊出的文章 标题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文章 是以习近平的名义抛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习近平又重提马克思 并且讲说 不可食羊不化 我们过去讲食谷不化 他说不能食羊不化 虽然我们是马克思 像这样的思想 可是过去外国的东西 我们不能照抄照搬 不能食羊不化 而另外我们看到新华社 他也发了一篇文 他在送扬习近平说 他是卓越的改革家 未来会比肩邓小平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他现在在疫情过后 他要面对他自己的经济问题 全世界观光 现在都要重新连接上 中国大陆也不意外 也不例外 他现在把免签的国家 又再度扩大 增加到37个 包括您看到 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 54国的公民都可以试用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都在采访这些外国人 来到中国观光 方方面面 做一些观光的宣传 来看看他们拍的影片 可以说每个国家都在争取观光客 其实疫情带给每个国家都是经济上面的重创 那像是中东也不例外 他们也在争取中国的观光客 您看到他寄出来的 包括说是 这个目标设在2030年 要吸引500万的中国大陆的旅游 旅行以及观光客 那海湾国家 他们到中国的游客数量也在增加 这不会是单向的 一定是双向的 那我们看到中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包括在资金 包括在经济上面的交流 我们看到沙国主权基金喊出说 我们现在要在北京设点 那的确他们也去访问了 最快最快在今年第四季 他们会在北京成立他们的办公室 要加强全球性的投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 在这个上海跟深圳交易所 他们上市了两只新的沙特的ETF 即将上市 在募资的阶段 这两只基金就募了超过12亿元的人民币 这个钱这个资金 现在都在流动当中 不过讲到观光 讲到软实力 还有硬实力 包括这个军武 我们看到过去沙兽地阿拉伯 跟美军有一种军事上面的 保护上面的一个协议 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用中国取代美国呢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只是一个问号 那细节在哪里 这是过去我们看到北京跟利亚德 其实没有讲的一件事 今年6月 我们看到沙兽地阿拉伯的国防部部长 哈利德其实有到北京去访问 当时他见了董军跟张又霞 可是谈的内容 不知道 他们只有说对对方的合作持开放的态度 而现在美国还是沙兽地阿拉伯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可是最近沙兽地阿拉伯增加了对中国武器的进口 包括您看到这些武器的协议有无人机 有弹道飞弹 还有反无人机的雷射系统 所以未来的世界会怎么变化 包括软的硬的 现在都还在流动当中 先请教赖老师 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是三中全会 因为这几天开完之后 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他们已经把目标设定到2035年 再过11年 他们要在六大领域的科技方面都要做突破 所以他们要摆脱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科技的这些卡脖子的事情 用11年的时间 要让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 那也就是这是全方位的科技强国 然后再用15年的时间 超越所有的美国跟后面七八个国家的总和 这个就是2049年他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跟他们的雄心壮志是远大的 那因此这11年就很重要了 三中全会定案之后 他们的五年的经济改革 五年的经济计划 因为中国大陆它的经济计划是五年的 它是滚动的 不断地在做修正 不断地在滚 那但是他也会有一个指导的纲领 那三中全会这一次就是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所以他们的深化改革这个部分 而且他们已经定掉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要有自信 第二个要自立 独立自主了 然后他们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 门是会打开的 就是欢迎各国加入 但是中国大陆基本上来讲 不会把门关起来 可是大陆走他自己的路 例如说他登月 他登月但他的门打开 所以他欢迎法国加入 欢迎意大利加入 巴基斯坦 还有欧盟的太空站都加入了 那但是由中国来主导 他现在走的是这个路 那也就是说他要摆脱 过去以美国为主的 这个科学发展方向 因为他感觉到在过去来讲 受伤太重了 因为例如说半导体就被卡住了 所以使他感觉到很痛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会带来 全世界的科技版图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改写 那目前来讲 中国大陆的免签政策 就其实跟我们台湾 当初的免签政策 很像只是说 大陆是放大几十倍 你想想看 我们当初台湾也是先免签 先开放给欧美国家 富有的国家免签 那个时候你看外国人 就进来台湾 鼓励他们来 这个当台湾的经济 起来更快的时候 而且彼此之间交流更多以后 他们对台湾的好感 也就越来越强烈 然后你看 最后有多少国家 再给台湾免签 就是我们先给 之后他们再给我们 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 也走同样的一个方式 就先开放 所以已经开放到 37个国家了 都免签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 跑到大陆去玩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中国大陆 跟他们在他们国内看到的 听到的媒体的传播 怎么是两个世界 而他们所看到的 才是真实的世界 媒体给他们 却是一个错误的 不真实的一个世界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 中国大陆变成一个 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中国 而充满了新鲜好奇 所以他们观察到说 空气是干净的 天空是蓝的 城市是安静的 然后人民是文明的 那就跟过去的 他们被国内的媒体 所认知作战的结果 是完全不同 这个让中国大陆更有信心 把门开得更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发展 好 我们接下广告 我们请教有名老师 怎么看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的意思是 在他每五年一次的 人民代表大会之后 由中央委员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就确认领导班子 第二次确立政府的领导组织 跟相关的法律 第三次就是经济的规划 通常都会在 第一次新的 像二十大之后的一年之内 但今年稍微开 这一次开得比较晚 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 当然中国的现在 整个消费经济放缓 不过他现在整个上半年 平均的经济成长还是五% 平均五% 达到目标 然后第二个是 在美国 欧洲 开始在对中国做制裁 以及就是说 面临到新的情势 所以这个三中全会 在经济意涵上 有重大意义 我讲两个例子 一个是下个礼拜 美中全国 贸易全国委员会 就美国 他们的一个针对 中国贸易的全国委员会 要组一个40人的高管老板 到北京去 就是要去了解 这个三中全会召开 的这个结果 不要只是看报纸 不要只是看新闻 他们要去见王毅 他们也安排要去见王文涛 外交部长 商务部长 包含谁呢 你所知道的这些大的企业 Starbucks啊 Google啊这些甚至Factess的这些CEO老板都会去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三分之一到 甚至将近一半的这个企业都在 他们的市占率都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各位就显现出美国的企业家的这种务实 我们的台湾呢 台湾的政府呢 那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啊 各位一定去过这个宜德利家具嘛 对不对 日本的Nitoli 对 昨天日本Nitoli在中国的第一百家分店 在重庆开幕 重庆开幕 我看到那个副社长日本人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这两年中国的经济消费会比较弱 但是呢反而是我们展店的大好机会 他希望能够到2032年开到900家 日本现在本土也才900家 然后呢他就示范另外一个就是沙发 他说这个沙发我们全面降价 他说我们所有这个100家 大概有三成的这个商品 全面检讨的时候降价两成到四成 那为什么可以降那么多呢 比日本还要便宜呢 他说其实因为供应链都在中国 物流也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我们就完全的回馈给消费者 那你就看到人山人海的在买东西 所以其实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反而更有限的会做生意 当这个三中全会在开这个经济议题的时候 更有全世界的人重视到中国的经济 跟他的贸易的影响力 到中国来了解第一手的这个资讯 我们真的要更了解三中全会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苑老师 我跟大家聊一聊三中全会 我简单来讲 我在博士替我们学哲学的做广告 我个人一直不断在讲大陆今天 走到今天是进入了大陆的哲学时刻 我深刻的感觉到 大陆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视的国家 因为他自己原来 就是你看到三中全会里面 本身大家一听到三中全会 就讲到1978年 十一大的三中全会 树立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带队敲板定案 那现在到了今天的话 同样大概有五十年后吧 要做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什么呢 就是说有关于大陆未来走向经济政策 这个经济政策来讲 我们就是讲到那个 食阳不化 不是 食阳不化 对 食阳不化 讲到这个口号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展现的是自信心 就是说对外开放的话 我坦白讲 让大陆免签证入关的国家 先进国家 发达国家 美国国 大陆主动开放 54国让你们进来玩144个钟头 让你来看看大陆的建设成果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 赖月前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 钱子好 大家好 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院举正老师 钱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我们进来讨论的事情 可能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有决定性 关键性的影响 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看到过去这两个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的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川普大顺风 连三利多加持啊 包括您看到的辩论赛 拜登的表现很糟糕 甚至大家讨论要不要把它换掉 而接下来的这个周末 更戏剧性了 川普遇袭被捧成了英雄 您看他振臂几乎的那一幕啊 叽叽呼呼变成了历史上的一刻 而今天更加码 我们看到川普的机密文件案 被起诉遭到驳回了 可以说是川普的大胜利 而川普的英雄 他用英雄的姿态乘胜追击 今天他正式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并且宣布他的副手 您看到这一幕 他的右耳包着纱布啊 然后露出自信的微笑 获得党内支持者热烈的欢呼 而这一个纱布 这个右耳变成他的英雄标志了 川普他宣布他提名他的副手 马斯克 对不起 他提名他的这个副手是范斯 而马斯克力庭 这个声音响起了 我们看到这一幕啊 观众朋友 拜登私人独憔悴吗 拜登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话 要挽回一些气势啊 我们先来看看这39岁的 川普的副手 他是谁呢 留着大胡子的他 他是二爱二州的参议员 获得了川普 清点成为副手的人选 年轻啊 留着大胡子 而且他过去可以说啊 呃 有很多的这个历史 也是蛮传奇的 因为他从劳工阶层出来 我们先看看拜登的反应 拜登啊 在推特就是X平台上面发文 说哦 你范斯啊 过去啊 把劳工挂在嘴边 开口闭口都是劳工 可是 现在却跟川普站在一起 川普是一个 要提中产阶级加税 提富人减税的人 你范斯 前后立场矛盾 根本就是川普的复制人 他大大的批评对手 而另外呢 我们也来看看 呃 这个范斯 他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川普要提名当 呃 把他当作他的副手呢 我们先看看哦 这个川普在发文公布前20分钟 打了一通电话通知他说 哎 我要提名你当副手了哦 那范斯说 我可以帮你在密西根州等中西部的摇摆州 帮你搬回一城 帮你拿下这几个州哦 那39岁的他高中毕业之后加入海陆服役 后来在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 并且成立过创投公司 那过去他曾经说过一些话哦 对于川普不利的 说你是骗子 你是道德灾难 你未来可能会变成美国的希特勒哦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拜登攻击他的这一点 那另外呢 2022年他在川普的支持下 拿下了俄亥俄州的议员行刺 习次从此从此变成川普 美国再次伟大的忠诚信徒 大概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 而另外他的太太很特别哦 他是印度裔的学霸律师 两个人是在耶鲁相遇相识并且相恋 然后这个结成连礼 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七成的印度裔美国人支持拜登 那他的太太又是印度裔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块拿过来变成翻转的关键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马斯克 对不起马斯克他有一个新的宣布 他说每一个月要捐4500万美元挺川普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新闻 在这个大选的新闻里头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范斯 他是电动车的杀手哦 他说过要取消千亿电动车的补贴方案 那对于Mask会不会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些冲突呢 还有一个人可能要担心的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了 他说了因为有记者去问他嘛 他就说我不担心川普再次入主白宫 川普曾经讲过如果再回来当总统 可以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范斯 就是未来提名的这个副总统 他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继续援助 那拜登这一方面呢 那现在是不是士气看起来比较低迷呢 今天我们看到他再度接受电视媒体的专访 他强调我不退选总统 我老 你批评我老 可是我只比川普大三岁 而且我的精神状况非常好 我没有要退选啊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包括美国的卡车司机工会可能不支持拜登 所以你可以看到工人票可能也丢掉了 因为过去2020年上一届选举的时候 这个协会啊曾经为拜登背书过 那最新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摇摆州 其实也都在伯仲之间或者是互有领先 可是拜登现在最新民调在维吉尼亚州 小福领先川普 可是观众朋友你要看哦 上一届的总统选举2020年 川普在这个地方是输给 这个拜登10个百分点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或是民调的销长 可能很多人都判断 这个川普可能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了 来先请教杨永明老师 你最后那句话其实可以画个据点 本来如果在6月27号川败辩论之前 两个人其实就有一点不分上下 但是川普还是在摇摆州略为领先 美国的选举大家不一样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那不是和总票数 也没什么第二阶段投票 他是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州 赢者全拿那个选举人票 所以你现在已经可以把 加州算成是拜登的德州 一定是川普的 这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概有6到8个 我们讲8个摇摆州 也就是过去的几次 他可能会偏向民主党 可能会偏向共和党 那看这个当时的候选人 以及看当时的氛围 当然看当时你花多少钱 那所以呢 其实这几个州就把它加起来 就形成一个对比 在6月27号的就是辩论之后呢 拜登是一败涂地的情况之下 到7月12号 纽约时报还在发评论要求拜登退选 然后更多的金主跟他的同僚们 要求他退选 因为他们觉得他第一个身体没办法 第二个他应该会输了 因为民调已经呈现摇摆州 渐渐地转向这个川普 6月7月13号 那个耳朵被打伤 那个照片 后面的美国国旗 他当时的反应 不是只有那个照片而已 他当时那个反应临维不乱 而且他从6月17号之前 一直到现在 其实川普的表现 已经是这种赢者的态势 而且他是在强调团结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 已经开始慢慢地向他靠 以前在共和党 还有所谓的反川派 包含这个凡思 对不对 那是在两三年前 他还这么太多 可是呢 经过这个7月13号 共和党已经完全没有反川派 连那个黑力 现在都 今天都在 芝加哥 在那个Milwaukee的这个大会 对不对 倒过来 拜登现在 在7月13号 大概已经 这个 只剩下两成三成的机会 有可能赢 那现在提这个凡思 凡思 J.D. Vance 那个D其实是跟那个Donna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就Donald Trump 然后呢 这个是James Donner Vance 还投名了 傅志仁 对 我五六年前的时候 看过他那个Netflix的就是 我们叫绝望者之歌 那他其实是乡下人的哀歌 如果正常翻译的话 他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是 就国中毕业 他就不想念书 然后呢 他妈妈是 就是说这个 大概算是读影 然后呢 他主舞很强悍的 把他从妈妈当中带开 还有他姐姐 然后他去念了高中 高中念完之后 没有未来 没有出路 就当兵 跟很多美国的白人 黑人 西班牙的中下阶层一样 去当兵 当了海津路段队 最低沉的下四四年 在伊拉克 他那个时候就写 我们很喜欢打这个仗 对不对 在这边为别的国家死人 打伊拉克 还记得这个战争 回来之后呢 他就自己半工半读 因为当兵完之后 有加分去念的 Ohio State 这个当地的学校 这个就表现很好 就申请到美国 No.1的耶鲁法学院 耶鲁法学院出来 年薪起码12万 15万 结果他过来 出来果然就 就是说 这个做了不错的工作 中间碰到一个人 这个华裔菲律宾裔的 他的教授叫蔡美儿 Amy Chow 然后呢 就鼓励他 就是虎妈 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 就是他是他的老师 蔡老师 蔡老师知道这个凡思 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故事 从一个乡下人被抛弃 然后呢 当兵陆战队 念书 在念耶鲁法学 Oh my God 这个都是第一流的精英 叫他把他的书写出来 他就写出来 他这个书不得了 是 畅销 畅销 所以那个书后来就帮他的 铺陈了他的工作 他的政治 那我觉得今天川普能够有这个亚量选 他又再加分 是 这个Vance的 所以我说 你说最后是不是川普已经当选 可以画句点 是 他真的是非常励志 他的故事 这个很多人都看过 来 任老师 这个杨老师讲得很好 我这个 接下来我讲几个感觉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选举 在选之前呢 大家好像一开始啊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是 拜登这个垂垂老矣啊 那个时候我其实想拍两个视频 我第一个视频就是想要讲这个 拜登绝对不会退 因为依照我对美国人的理解的话 美国人的话 永远是个人英雄主义 大家会觉得川普也是英雄主义 但是都忘了个人两个字 拜登也是一样 绝对不会退 所以他会尽自己的所能来表现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川普本身来讲的 那个遮羞费的事情的话 给他带很大的麻烦 那么就是说其他 川普本身的案子 就是分成了 有四五十个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听到就是说 他走的时候 离开白宫的时候 带走的一些文件资料 获得了不起诉的处分 就对他来讲的话呢 这个选举帮助很大 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要强调这个 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今天提到这个 范思啊 担任这个副总统人选啊 的的确确是加分的 那个加分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有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他本身就是参议员嘛 虽然时间不长啊 就是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名 就刚刚杨老师讲的 说他把他自己的人生的成长的经历啊 因为他成长的这个经历 就是充分的展现出铁锈区的白人 在整个生活当中 不屈不挠的发展 那么这个是加分题 因为这个铁锈区 虽然大家讲到这个 明尼苏达州啦 密西根州啦 阿哈尔州啊什么 他们是身为摇摆州的原因 就是因为长期来讲 他们在支持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话 就是一半一半 甚至于在他自己担任参议员地方的 Ohio State 就俄亥州的话呢 有一个小郡里面 竟然可以能够用这个小郡的得票比例 来预测美国的大选的结果 你就知道他这个摇摆的情况多么厉害 那么这个他本身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他完全符合了这个川普要的人 他基本上是海军陆战队出身 大家要了解啊 这个美国人对军人的重视 跟我们台湾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台湾人是敢打仗 没有人要当兵啊 他们那边的话呢 就是当兵的人不打仗啊 就是说范斯的话呢 他被这个提名 据我所知啊 他的第一个明确的证件 就是说马上 一旦当 川普一旦当选 11月份当选 马上就要跟这个俄罗斯的话呢 议和 就是不能够在这个乌克兰身上花一毛钱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消息也讲说 周恩斯基的话呢 感觉到说很尴尬 那就是说是他自己这边打这个 打这个替美国当这个棋子战争的话呢 能够撑到11月以后的话呢 按照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他自己会麻烦 那第三点 我觉得范斯的话呢 他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 他原来是骂川普的 骂川普小人啊 道德败落啊 什么的 以华众取宠啊 讲得很难听啊 现在突然的话呢 就皈依到川普的症状之下 那么这个的话呢 以他自己 这个人是自带能量的嘛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对川普来讲 防止非常大 那讲到川普这一场 刺杀的事情啊 我觉得要注意几件事情 我在那边讲 首先第一个 所有的阴谋论没有啥意思 没有啥意思 然后拍那张照片 本身来讲的话呢 极有可能反而成为 这个阴谋 因为我看到的第一时间呢 川普反应非常快速 那的确证明 他比拜登强多了 我在想这一枪的话呢 打到耳朵上 拜登搞不好留在那边 另外有一件事情是 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是 这个事情的刺杀事情 显现出来 我长期认识的美国 他们这种 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 已经不要忘了 美国有三亿支枪啊 我觉得这种 刺杀的行为的话呢 在美国恐怕会变成 一种效应 这种 所以产生结果非常不好 这种情况 是 而且其实川普 他也是一个勇枪派 他也赞成 美国人要有枪 来保障自己的自卫权 勇枪派被枪打击 对 但是还是坚持要继续 维护宪法 对于美国公民 拥有合法枪支的权利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之前川普跟拜登的 民调在拉锯 川普是略为领先 但是没有扩大的时候 共和党很多大佬 给川普建议 说要不就提名女性 那么扩张 你的这个选票的基础 让更多的女性 那么加进来 支持你 扩大你 要不就提名 有色人种 就是不同的 白色的其他的 例如说黄种人 或者是非洲 一的黑种人等等 那么来扩大你的这个基础 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川普 他选择还是白人 是 选择还是白人 而他是底层出身的 可是问题就在于 其实川普的最大的支持者 而且狂热者 就是底层的白人 红脖子那一群人 红脖子的那群人 所以事实上 等于是说 范斯 能不能对川普 有多大的加分 这是值得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选票支持者 太大的重叠 这个显示出什么 川普的很充分的自信 也就是说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需要去选择女性的搭配 也不需要选择其他人种 他只要选择范斯 这位底层出身 而且也让很多企业界的 这些大佬非常推崇 因为他的那本 您刚刚讲的畅销书 他是很多大佬 很多企业界的这些领袖 他们都说这本书值得看 而且他只不过新创公司 新创公司 一个传奇的人物 一个最破碎的家庭 单亲妈妈 然后妈妈再婚再婚再婚 然后他妈妈本身是 吸毒的累犯 然后最后是家里人 刚刚有名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是奶奶 把他等于是外国 把他带来 然后从此以后 他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 军队对他的教育 让他学会坚强 让他学会勇敢 我觉得这一些 使他在未来的发展奋斗史中 他好像是另外一个 很少成功几率的 美国梦的另外一个翻版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 礼拜一天的时候 由前子您所主持的一个节目 是 这个节目我们当时 就是在第一时间分析 川普在被枪击的时候处理 对 我们那时候就是说 川普处理的完美 这已经形成一本教科书 的一个案例了 然后我们有谈到那副旗子 就是他后来 他正被给付的时候 刚好美国的背后 有一个旗子的那张照片 你看那张照片爆红 现在很多的T恤 都把它印上去了 我觉得川普他本身在危机 在他面临个人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极端危险的时候 他的这一次的处理 堪称为完美 这个让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个英雄进入 这个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会场的时候 就被塑造出来了 这个选举对拜登来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第一个 但是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万一最后如果川普还是落选 美国的内战 才是美国最大的危机 对 这是最可怕的 万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万一川普落选 所以他只能当选 可能不是冲进这个国会山庄 可以了结的 那你就很可怕了